還有十多天又到農曆新年了 大家躲在皮鬥計劃大計之際 胡定欣已經穿上腦妝出直營新春的活動 他說新年通常會留在香港和親人歡道 但是轉眼以四字頭兼單身的他 怕不怕拜年又被問到感情問題呢 沒有,沒有害怕我在這裡 還有他們都不會怎麼問我 對我們家裡都沒有什麼壓力 但反而是我自己最大的心願 是希望家裡的長輩身體健康 新年有沒有說最怕人問你什麼問題 那些問題都會怕的 就是你怎麼樣啊 有沒有拍拖啊 或者你的恩怨怎麼樣 都會問的 但是怎麼說 可能問得多 他們又不會真的問得這麼怎麼說 那麼用力去問 都是輕輕賴過 很開心笑一下說了就OK了 好心感受你第一 當事人如何 行了長輩不要問那麼多 定恩在鏡頭面前就怕怕醜醜 後來就說身邊已出現過有發展潛質的人選 還笑笑口說要跟單身的姚子玲鬥快 感情要來得快 滑雪都要學得快 定恩說新春會去北海再學滑雪 究竟有什麼燃起他這團火呢 因為我經常在網上見到很多女生 她們很長頭髮 然後又不用戴頭盔 只是戴著籃帽 很時尚的樣子 在山上滑下去很快 我覺得很有型 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做到 你會不會試試穿TWO TALK 她們經常都用 這個又不敢 因為我怕冷的 但是 即是 那些女生是 給我一個 怎樣說模仿或者參考的對象 希望我有一天可以 能夠 有這些片可以放出來跟大家分享 所以 大家看到我的頭髮流長了 我都是有一半就是 希望為了這個話說 可以 頭髮飄著飄著滑雪 其實定欣亦都以表露女神級的狀態 除了露出漂亮的纖維 還帶了她的字跡 大家看看她有什麼新年願望 我心想試成 是 每天都這麼開心 而且 真的 因為 這些我特別寫 不是自己試過 我沒有高興 因為我覺得 這個無說八道的世界 最重要 即是怎樣度齊六個人的期 是最難的 對 不是我們唱什麼歌 唱什麼 我們一點都不一樣 集齊了 每一站都集齊了六個人 這個才是最高難度 所以這個是我2024年到2025年最大的人 那也是 我們在美國那一站 每場都大概坐成4000個觀眾 反應很好 也有製作單位 因為看到我們的秀的片段 也很有興趣 想我們會做的 因為實在六個人的檔期很不容易 我們姐妹都其實很盡力 很盡心 希望真是每一站都能夠成事 可以真是做到 就是多些地方都繼續可以輪到這個表演 劉哥有效果嗎 在讀讀讀讀讀讀 是的 因為有王卡的新年 很快就到新年了 是的 我們盡力盡力 我知道你是我們的戴哈粉絲 你會很支持我們 是不是 留給我 一定一定一定